今天介紹的主角其實原本是這把 國田King TTC PM120的剪刀 它是雙剪 在Carrosell無疑中見到 80多元 我以為是多划算 那它呢? 這裡看到了 它寫了是Make in Japan 那打算在日本生產的剪刀呢? 應該也有保證 便宜一點 就拿來試玩一下 那但是呢 在未完成這把剪刀的介紹的時候呢 就出了 一把新的 雙星 我們叫金剪 它的Item編號是7 4 1 2 3 另外呢 還有一把順便 也試玩一下 就是神之手 一把雙印剪 就是GN PN120 它其實都是跟一般雙印剪的用法一樣 它就不是單印剪 它就紅色 都會順便 因為我看到它有一個Package 連同神之手的海綿砂紙 也挺便宜的 那我們就 開始試用這三把剪刀 原本都是想介紹這把剪刀的 所以 都先用它 做開始 好 那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我先用二段線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這裡你會看到 剪刀的嘴巴有一點彎 彎 最終它不能太平 這樣貼著那個零件的水口 那你會看到剪刀之後 就還是凸了一點點出來 它又不是說很嚴重的白髮 會引致到周邊的零件有損壞 但是剪刀下去的那個 手感呢 其實剛才大家可能在看影片 都聽到是焗焗的聲音 它...呃... 我自己的手感下去呢 就覺得不是很鋒利的 那用力很大才能剪刀的 再加上它...呃... 剪刀的那個... 手柄呢 這隻膠呢 都是普通那些... 類似電線的... 膠來而已 接著就試用... 雙星的新金剪 那大家可能... 如果真的... 很細心聽到... 會... 聽到基本上如果用雙星這把金箭呢 已經剪刀下去呢 就完全沒有聲音的 那我第一次用金箭呢 之前沒買過 呃... 那個手感都... 有少少像神之手... SPN120那隻 真的好像削鐵如泥那樣 那當然這把... 呃... 全新了 那些水口其實都... 呃... 貼的... 相比於剛才的割鐵老闆就貼很多 好...最後... 就試用... 這把... 神之手的PN120 手感上面... 手感上面... 呃... 剛才... 雙星的金箭差不多 那都是很順... 很... 勢力就可以剪刀 那... 呃... 水口都... 那我反而都覺得... 呃... 雙星的金箭... 好一點點的 金箭和... 神之手的PN120相比呢...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雙星這把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雙星這把呢... 呃... 金箭的... 呃... 剪嘴就比較長 那... 呃... 入去那個... 件裡面去剪... 剪下來呢... 就方便一點... 呃... 三把... 金箭和... 神之手的... 手柄都是類似海綿的... 質地啦... 而... 剛才割田... 最便宜的那一把呢... 那就是... 呃... 電線膠的... 質地呢... 我自己就真的... 不能接受得到的了... 其實為什麼... 我... 真的跟大家... 去... 建議就不要買割田這一款呢... 因為... 其實我... 原本自己... 就買了這... 封島的... 左手邊這把... 但是... 如果你說... 真是... 多時間... 是製作模型的呢... 那... 呃... 用把... 好一點點... 對自己好一點... 就會... 手就不會... 那麼... 勞損的... 那... 用把割田呢... 我覺得真的會... 會... 呃... 我... 砌... 我砌... 呃... 呃... 我砌... 呃... 呃... 最後... 如果... 呃... 金剪... 現在都難買... 那... 那... 大家記住這把封島... 那... 那... 這兩把就不用說了... 呃... 都出了名的了... 要多一點點... 蛋藥的... 就買這兩把試玩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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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到最後還是老套那句吧 希望大家讚好這段短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好 多謝觀賞 拜拜